Ling距離 好晚安 這就是Yorkypto 我們會開始測試 現在是Claire Day 在Pong Ho 與Grounding Chair 的IT 究竟的距離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這些現實中的阻礙都是 在測試一個人他到底多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追求的零距離其實是心裡面的零距離 不只是地理上的零距離 我覺得那個是我們真心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小時候會覺得音樂就像朋友一樣 他陪我在我開心的時候或是難過的時候 音樂是一種很酷的東西 它可以讓你交到朋友 你自己的情感也可以抒發 你會覺得我好像要堅持下去 我的人生可能會更美妙 澎湖縣青春年家有樂團 其實是 它是澎湖的一個在地的團體 我們團隊的slogan是在我們團部上 前面寫 No Music No Life 就是說 音樂是我們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澎湖是局島 澎湖地處比較偏遠 那很多的資源上或者是人數上 其實只有它就是所謂先天上的不良 其實講兩天的禮物 這個很簡單 就是藝術是為人的所有 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他也有資格去享受藝術所帶來的 那不一定要等他們來嗎 我們走出去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就把目前人生所經歷過的歷程 所經歷過的感覺 就分享給大家 我們在台灣生活 然後是有一些台灣的文化 去激發他們的 對生活上的熱情 對音樂上的熱情 或是對一些未來的渴望啊 就是他們拉出來的啊 就感覺喔那個月亮啊 跟那個海啊 就真的栩栩如生 神仙都嚇死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音樂 就是它其實就是生活 很多東西其實 對我來講都是跟音樂很有關係的 就算是其實是大自然的聲音 很環繞這個自然環境 其實是一件 滿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對噴霧的學生 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很珍貴的禮物 為靖宇老師告訴我們 你就是如果對某一件事有熱愛 你就要勇敢地去做 不然你可能會錯失機會 感謝就是這次有兩天 因為把世界帶到澎湖來 更開心的是 可以把整個團隊 從澎湖帶到台北這裡來 機票很貴 要把整個團隊 可以一起帶出去 去參與共同的活動 對我們來說 一直是一件非常 渴望的奢求 因為我們整個團隊的 年紀跨越很大 所以大家其實大手千小手 大哥大姐姐老師帶著就是 小朋友 整個團隊的機率跟速度 都會越來越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職人導覽 在演出背後其實很多的幕後工作也都很重要 他們都是支持那些演奏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身影可乘 傳隱形的球給對面的人 他要我們感受球的力度方向 然後後來再跟我們講說音樂也都有方向跟質感 第二天晚上的音樂會 看到了只在YouTube上面的五個偶像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太厲害了 我覺得有一個動力想要成為這麼厲害的人 然後他們讓我覺得我好像 有時候應該要踏出舒適圈 灑脫一點 去體驗去感受去找到真正就是你喜歡的東西 在澎湖的老師們 他要花這麼大的心力帶著這些小朋友去參與各式各樣的藝術演出 他一定不是在看說六個月之後他可不可以上台嗎 而是藝術這件事情改變了這個小朋友 他可能的有一些思考想法 或者是甚至於他把生活過得更精彩一些些 那這些所有的效果你都會在十年二十年 或更長遠之後你會看到 因藝術而帶來的某一些更正向的改變吧 總共發揮的劇者 最有關的這個模擬 對白蒼編也會按照 的小朋友 對白蒼編 首次的字幕 你會看пов 我照顧你 那些戲 也要對白蒼編 對白蒼編 感谢观看